朋友们,PS5出新机型啦 PS5发售三年迎来了半代更新 本世代的游戏我还没有玩几个 它都已经半代了 不过它不是Pro而是Slim 虽然它的官方名字没有任何后缀 就是PS5本PS5 但是呢我还是会想要叫它Slim 因为从PS2时代开始 这种更新新版让旧版直接停产的机型都叫Slim 今天这期开箱呢 就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台PS5 Slim 回答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 比如 都知道它变小了 究竟变小了多少 可拆卸光驱有什么用 最重要的里面有变化吗 有哪些变化 以及值不值得买 这盒子上还写着8K呢 下次要不别写了 这都啥时候了 一点影都没有 真是小了不少耶 瘦了 它真的变小了很多耶 从上往下看还挺直观的 整个都是小了一大圈 官方的数据说它的体积小了30% 我看的也差不多 原来这个黑色的部分是这样子弯下去的 这边两边还做了点翘起 这个领子立的方式不太一样 虽然还都是立领 但我已经不想吐槽这个点了 我已经习惯了 重量 Slim是可以一只手拿起来的 但是PS5还是不可以 那又怎么样呢 但是我很不理解 它外观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改动 两面背壳都一分为二 变成了上面和下面 神奇的是 它下面还是磨砂质感的 上面居然给变成了光面的 我真的很不理解 这种分体式设计到底有什么意义 难道PlayStation觉得这个 很时尚吗 就跟历领一样 哎 我想到一个有点缺德的事 我一定要试一下 PS2.5 对不起 有一个小设计 就是在有光区的这一面底部 加上了圈插三角方块的一个凸起 PlayStation的logo呢 还是在原来的位置 来看一下IO的变化 原版的弹出光盘按键 由于现在的光区是独立的 所以变到了这里 旧版PS5是有一个USB-A和USB-C的口 新版呢就变成了两个USB-C 它可能是考虑到PSVR2 也会占掉一个Type-C口 不过之前卖的精英手柄和其他的有线手柄 都是用的C2A的线 所以现在就刷在背后了 背面就还是那些口 没有什么变化 PS5 Slim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光区变成了可拆卸的 哦 开了 光区本身很容易拿下来 我开箱的这台是光区版 这次PS5 Slim同步上市的 还有一个数字版 就是没有光区的版本 如果你先买了数字版 没有光区 后来后悔了 你就可以单独买一个光区 把它换上去 就不会像以前一样 买了数字版就只能够后悔到死 当然理论上 光区版摘掉光区 也是可以变成数字版的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人有这个需求 但是你可以 PS5 Slim的国行定价 光区版是3599 数字版是2999 光区单买是759块 两款机器的价格都比 旧版要便宜一些些 还是比较划算的 但是支架就是另外的价钱了 这个是旧版PS5自带的一个支架 它可以支持让你横放和竖放 竖放的时候 我基本上用不到它 但是横放的时候 用它还是比较稳固的 可是这次PS5 Slim 好意思吗 这是什么东西 亚克力的 亚克力的 天哪 我自己3D打印个不好吗 就这俩破玩意儿 就这样草率的插在这边 插进凤梨 横过来就好了 真是精巧的设计 稳不稳的 你也不能说它不稳 它就是能扭 横着的支架是免费送的 但是竖着的支架 你就要花钱买了 多少钱呢 229 你咋不去抢呢 至于内在 同样的SoC CPU GPU内存都一样 硬盘存储从825GB增加到了1TB的存储空间 能多装俩游戏了 PS5 Slim的重量减轻了24% 那它这个重量到底是怎么减轻的 我们来拆开看看 SSD扩展存储还是在差不多的位置 可以随意替换扩展存储 应该是这个世代索尼做的最消费者友好的事情 下下来了 严格来说 PS5 Slim并不是第二款PS5 索尼已经出过三款PS5的机型了 看底部的代号才可以知道 看这里三个分别是 1016就是1000 1100和1200 Slim的型号是2000 我们来比较一下它们散热片的大小 这样看就很明显了吧 这个旧款真的超级大超级重 新版的呢就是最小的 散热片小了很多 这个并不是要去节省原材料哦 虽然也能节省不少 如果插电去测量的话会发现 1200型的能耗也下降了一些 这是因为中间PS5 SOC的制程 从最早的TSMC7纳米 悄悄缩小到了6纳米 能耗下降 发热就少 需要的散热片大小呢就更小 Slim的SOC和之前的1200型一样都是6纳米 索尼把这个散热片进一步缩小了 而且应该是经过了负责任的测试 确定了Slim不需要这么多散热吧 嗯 定时 不过有网上其他博主测试过 风扇噪音是和之前一样小的 不错 Slim这次清了这么多 就是这个原因吧 不知不觉PS5发售都已经三年了 其实我感觉PS5的发售好像就还在昨天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世代都已经快过去一半了 我还没有玩到什么游戏呢 到目前为止的纯次世代游戏 也就《过魔之魂》 《未去与叮当》 最近的《蜘蛛侠2》 PlayStation第一方都在忙啥呢 那这个PS5 Slim对于已经有PS5的玩家来说 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买PS5 并且想要买PS5的话 那这个更轻更薄更便宜的选择 肯定是更好的 而且你没有别的选 因为旧的马上也不卖了 除了光驱版 你还有数字版可以选择 如果你不差这500块钱的话 我觉得直接光驱版一步到位是最好的 因为你还可以倒腾二手光盘 买国航也没有关系 但是海外版会更放心一些 日美欧的版本除了线不一样 其他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我这台是日版的 所以到货比较早 如果要买国航的话 它的发售日期是12月1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流拜拜 对不起